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最终这场刺杀已失败告终,但是敢在清朝刺杀国家大家,汪精卫也应该有两把刷子。 靠着年轻时候的所学,汪精卫在戴笠的前两次刺杀中都侥幸逃脱。 第三点是严密的防范,不光是国民党认为汪精卫的人头值钱,日本人同样认为汪精卫的人头值钱。 所以不光是汪精卫的卫队保护,连日本人都派出了一支汉奸部队对其进行保护。 这支汉奸部队就是臭名昭著的76号,作为唯一能够与代理军统抗衡的汉奸特务组织。 76号的能力还是不容小觑的,第四点则是汪精卫的运气,人有百欲,必有一失。 汪精卫也不例外,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致电的时候,自以为处境安全,就紧带去了自己的卫队。 那些卫士基本都是混吃疼死的家伙,不要说什么反间谍,反自杀,连把枪强的武器都没有。 这是汪精卫离死亡最近的一次,蒋介石派出了号称军统第一杀手的陈公术前去暗杀。 陈公术制定了详细的刺杀计划,带领了大批的特务前往河内,无论是计划还是人员,都看似完美无缺。 但是暗杀小队前往汪精卫在河内住所的时候,他们突然意识到了一个大问题,汪精卫居住的房间在哪里?汪精卫居住的地方光房间就有几百个,他们虽然摸了进来,但是连汪精卫的房间都不知道。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,特工终于认定了一个人员出入较多的房间,然后摸了进去,将里面人的全部枪杀。 但是那个房间里住的是汪精卫的心腹曾入名,汪精卫听到枪身后,早已经转身跑了。